好 继续来看到花莲县医师工会 第一次承拦卫生局学生流感疫苗注射的计划 那么理事长周朝雄率领四位医生 上午在秉义国小卫学童来施打流感疫苗 那么900名的学童是采班进班出的方式 由医师来评估之后呢 护士现场来施打 那么整个施打过程秩序良好 除了工会的护士行政人员之外呢 校方更是派出了爱心妈妈志工前来协助 让整个注射的流程更加的顺畅 为了让花莲县两万多名学生 尽早获得流感疫苗保护力 花莲县卫生局和医师工会整合辖内医疗院所资源 共同投入了校园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10月2号起到11月10号 要完成花莲县各级学生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 今天我们是医师工会来帮忙安排 这些流感疫苗的场次 我们现在在民意国小 所以我们今天施打的就是小孩 小朋友的族群 这样算起来应该是 6到12岁的年龄层 目前这些小朋友他们打针 状况几乎都平顺 我们只有碰上各位数的小朋友过度紧张 在打针之前就有一些 精神状况比较差的情形 所以他暂时没有施打 其他我们目前全数施打 只有一位没有 我们在这里 我们今天有三位医师来协同帮忙评估 注射疫苗之前的注意事项 另外我们有超过8名以上的护理人员 进行施打的接种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 其他工作人员来帮忙协助 为了让接种作业可以顺利 疾病管制署鼓励学校 使用校园流感疫苗电子化系统 透过电子化系统 让家长更简便及时的签署学生接种意愿 缩减行政流程和汇诊资料等所要花费的时间 学生接种完疫苗之后 家长也可以透过email 接收到系统发出的接种后通知注意事项 能够随时掌握孩子施打之后的状况 节律会幻视报导